講得是不是 二零一九年十月前台北市府秘書長 張哲陽年齡屆滿退休 但也沒閒著獲柯文哲信任 專任台灣民眾黨秘書長 網絡媒體再爆料不到一年 柯文哲就要立法院 民眾黨團也已修法替張哲陽解套 時間點就在鼎月開發 董事長朱雅虎曾傳訊給李文宗 張哲陽等人感謝五六零後的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號 市長是向黨團提出修法放寬 政府機要相關人員年齡限制 毫不避諱歇下 向中央相關部會瞭解現行法規先行 對前秘書長張哲陽回任 市府提供解討方式 最後由賴向林辦公室負責 但決議以因應高齡化社會 因促進老年人口就業為軸 在世情況連結機要任用議題 安插自己的人 讓這個金華城案子趕快火速通過 北市議員質疑時間點巧合 因為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一號 金華城專案小組成立 同年六月二號 柯文哲就要求黨團修法替張哲陽解套 十六號黨團回覆需神聖考量 而在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號 北市都省會 第六百零九次會議 張哲陽更擔任外部委員 同場會議中金華城二十趴 中機獎勵通過 民眾黨博士過度聯想 修法是通案並非為前黨秘書長個人而已 但柯文哲不惜動用修法 也要互擋密議員質疑 兩人關係緊密 恐與金華城案有關 仍帶檢調釐清 三連新聞李文宇問文宣 台北報導 關注文宣 七 八 七 七 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